大家好我是曹一东 香格里拉峰会已经结束了 从中美两国防长的会谈情况来看 就是中国防长认为他们的会谈是建设性的 所谓建设性的就是既讲到了现在的局势 也判断了未来的发展 同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作为美国防长的表态 是说这次会谈是坦率的 坦率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兜圈子 直来直去把自己的观点阐明 但是从中美两国防长在会上做的主旨发言 表态来看双方的分歧还是巨大的 在未来的时候中美两军很有可能在这个区域发生很多的摩擦 因为我们看就是作为美国的防长首先发言 他讲了就是要在印太地区继续推行 就是美国的印太战略 要和印太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进一步的加强合作 并且要解决他们的担忧 要确保他们的权力的 就是对他们这种权力的保护 那我们再看 中国的防长提出了三个不允许 就是不允许霸权强权政治 在这个区域里面损害亚太或者是这个亚洲地区的安全 要不允许就是把冷战热战这样的思维或者行动 拉到这个地区里面来 就是不允许任何的国家和势力在这个地区里面生乱生战 那我们通过双方防长的发言就可以看出 那么在未来的这个亚太地区 对于美国来说是印太地区 就出现了这种摩擦和对立 因为美国马上就要在六月份到八月份 在太平洋地区进行 就是大规模的联合军演 就是环太军演 而且参加的国家很多参加的兵力也很大 而且这个环太军演 它是冷战的产物 冷战的思维 因为它就是要搞大国对抗 就是要搞冷战思维 那中国提出来不允许把热战冷战引到这个区域 那我们看冷战就直接引进来了 就是这个区域 就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之间 所以我们看双方在这个阶段的 时间节点和这个区域里面就会发生冲突和摩擦 那么其次在南海的问题上 南海周边的国家是签订了南海 就是周边国家的宣言和行为准则框架的 是要排除预外势力的 但是美国这个在发言中讲得很明确 要确保这些啊 就他军事盟国或者是他认为的啊 这些伙伴国在这里边的权利啊 要确保啊 还有一个就是要解决他们的担忧 那菲律宾就提出来了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很担忧啊 我这个地方的权利受到了侵害 那美国要确保啊 所以你看这个域外的势力就一定要介入南海的问题 就一定会在这个区域里面发生相关的摩擦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台湾地区或台湾海峡 中国再三强调这是中国核心利益里面的核心问题 但是美国可并没有说他不向台湾地区继续出售武器装备 不会再给台湾的地区的武器装备进行升级 比如说前段时间的F-16啊 提高他的雷达的性能 那下一阶段呢 台湾地区已经提出来了 要把这个飞机加装射成更远的空空导弹 和防区外打击的这种导弹 美国在考虑什么时候向他出售 出售多少 然后这个什么时间交货 那这样必然会影响中美两国两军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已经显露的比较明显了 还有呢就是在黄海地区或者是东海区域呢 那现在还有日本啊 这个和韩国和美国进行相关的军事演习 威胁到了地区的和平与本地 那这个算不算生乱 算不算生战 算不算兴风作浪 这个就是中国的家门口 当然也是俄罗斯的家门口 也是朝鲜的家门口 在这个地方搞军事演习 而且是针对第三方的 或者是针对他们的潜在的对手和敌人的 所以我们看到相会 并没有因为中美防长的会面 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这种 就是超过预期时间的这种会谈 而解决或者弥合双方的分歧 只不过就是把分歧和矛盾 双方坦率的进行了交换 并且就是也预判了 就是双方在未来在这个问题上 各自的底线和可能采取的做法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